赏月赏花灯 香港人认为中秋是夜间的节庆 所以法定假期在第二天 好让一家大写晚得尽兴 中秋日无论学生上班族 如常上班上课 部分公司会提脚下班 香港的六合彩则推出中秋特涨 投涨涨金可达八千万港元 大约两一八千万台币 不少上班族把窝屋犯时间 排队买个横财梦 我自助参与我们的 希望有些网财 有些网财可以做顺势 而因为疫情来回台湾都要隔离 台商回不了台湾过中秋 他们留在香港发费爱心 出钱出力准备了三千个腐带 分发给长者学生等弱势团体 中秋天快乐 其实跟回台湾探望自己的父母亲 这种心理是一样的 参与发辅贷活动的 还有加到香港的私营旅行 虎会中等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达 理论我们的产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等会儿 订阅 转发达 兴趣优优独播放 最后一陈子 内应该关注 这请不吝点赞 订阅 也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